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看底下的这个 专业的 职业的 内行 或者作为名词 也可以表示专业人士 一个行家 一个内行 都行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个形容词或名词 都可以的 慢慢来 professional 作为形容词 叫职业的 专业的 或者也可以表示某人特别内行的 作为名词呢 就是职业人士 专业人士 专业选手 或者表示这个人是行家 利手 都可以用它 叫professional 这个词在生活中 无论是形容词还是名词用的都特别多 咱们应该认识 咱们先看作为形容词的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先看这个例子 a professional boxer 这是为职业拳击手 像当年的泰森就是 职业的boxer是拳击手 boxer这个词到21个会碰到 再比如说 you will need to seek professional advice about your claim for compensation claim咱们在第七课残超界每组讲过 可以表示索赔要求 你针对你这个要求赔偿的 这个索赔要求呢 怎么样呢 你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建议 就是这个涉及法律问题 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 你可能外行 怎么样呢 寻求专业建议 就seek professional advice advise这个词 当然是不可说明词了 那么claim for compensation 要求索赔的这个要求 好 这是职业的或者是专业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边 我们词性变了 在这儿呢 当做一个名词来用 you sing like a real professional 我说您这个唱歌唱的 真是很职业 很专业的 像一个专业歌手 唱歌非常的这个 这个很专业 我说您真是唱的内行啊 像个职业歌唱家一样 这个professional在这边 是职业选手 职业人士 专业人士 做名词和喜欢词 发音拼写是完全一样的 它的反应词形式呢 就是业余爱好者 或者业余的外行的 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词 完美的反应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注意容易拼错 后面是teur 别拼错 我们大声来变 amateur 再来变 amateur 表示业余选手 业余爱好者 或者说形容词业余的 或者说贬义的意思 就外行的 纯粹是外行的 那么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先看做名词的例子 我们看 The tournament is open to both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你看这两次经常一块来出现 Tournament可以表示锦标赛 这个锦标赛 这场锦标赛呢 对业余选手和职业选手都开放 你们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比赛 amateurs是业余选手 professionals是职业选手 你看顺便可以把这两个同时记住 这个都可以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也是当名词来用 这个名词呢 就是做派生意 有点贬义的味道了 咱们看怎么翻译 I shouldn't employ them They are just a bunch of amateurs 这个我真是不应该雇佣他们 为什么呢 Poodle Hope 解释 他们简直就是 a bunch of 咱们在第八课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讲一下一群 这个bunch 本来是表示什么 一都入一串 像一都入葡萄 a bunch of grapes 一把香蕉 a bunch of bananas 在这指人的话 也是一群了 但用葡萄香蕉这种纸 一般多带有点不好的意思了 简直怎么样呢 a bunch of amateurs 我问大家怎么翻译 就是一群外行 我真不应该雇佣他们 花这个钱真是打了水漂了 纯粹这一帮外行 一帮外行 a bunch of amateurs 顺便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去记录 在这儿呢 是当名词来用 然后下面我们看 当然形容词的用法 作为形容词也行 你讲 an amateur photographer 一位业余的摄影爱好者 photographer 就是摄影师 前面有amateur修饰 就是业余的摄影爱好者 不是职业摄影师 我们再读一下摄影师 这个词 photographer photographer 好 这是这个professional和amateur 相关这两次 至少把它记住 下面咱们看一看 professional的 这个同根的名词 就是职业 某人的这个职业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rofession profession 职业呢 在英语中好几个名词 容易搞混 这个词表示职业呢 比较常见 它一般多表示 有比较高的职业要求的 这么一个职业 而且呢 它一般多暗示 是比较 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的 这么一个职业 就是对专业要求比较高 它并不是随便 一个人能当的 另外社会地位 它比较高的 这么一种职业 我们看一些 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the medical profession 叫医疗的这种职业 就是当一个医生 在欧美是地位比较高的 输入不错 医生当然对技术要求相当高 还有the legal profession 也是常见搭配 叫做法律的这种职业 就是当一个lawyer 当一个律师 是需要专业知识 而且比较 这个又较高社会地位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这是教师这个行业 这个职业 教书的这个职业 这个也是对技术要求高 而且有一定社会地位 这叫profession 但是我们指职业 还有好几个相关词汇 大家可以顺便记住 比如说下面这个词 大家可能记得 也表示职业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occupation occupation 它来自动词 occupy o c c u p y 占据了时间空间 那占据我了时间的这个事 不是我的职业吗 但是这个职业呢 跟profession用的场合不一样 这个occupation这个词 一般用在这个填表的时候 就在表格里面写姓名 年龄 职业等等等等 用在这个场合 我们用occupation常见一些 我们看一个例子 State your name age and occupation in the box below 我在下面这个 像方块里面 填入你的姓名 来说清楚你的姓名 你的年龄 还有你的职业 occupation 一般用在填表的时候 用这个术语 叫职业occupation 它没有上profession 那些暗示的意思 这个box并不是这个盒子 就在表格里的 小空白的小方块 下面这方块里 填入你的名字 姓名和职业 occupation 但是occupation注意 它不能表示 我的职业 这个不行啊 不能说my occupation is an accountant 我的职业是一个 这个会计 用这个 在这个场合 是不行的 你可能说my job my work 或者说my profession 都可以 但不能说my occupation 这是不行的 occupation用在 填表这个场合 更常见一些 大家可能知道 还有一个职业 也是常见的名词 叫做我们大声读一下 vocation vocation 这个也是职业 但vocation呢 它也有些暗示 这个词一般都暗示 非常非常适合某人的职业 简直就是这个人的天职 他非常适合他的能力 非常适合他的性格 非常适合他的一生 就是非常非常适合 某人的这个职业 叫做我们大声来一遍 vocation vocation 一定注意 不要跟那个假期搞混 假期叫vacation 是va开头的 在这是vocation 适合某人的职业 天职 我们看例子 she believes she has found her true vocation in life 这个语境下 用vocation 是最贴切的 这个女孩的相信 她已经找到了 生命中属于她的真正的这个职业 就特别适合她性格呀 能力呀 外形呀 各个方面为她量身打造的这种职业 我们再读一下 vocation 好 这是职业的professional这个词 重点的一个相关的五星级的词汇 我们把这些知识点 希望大家反复收看 牢牢记住 这个单词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里了 好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我们看看后面那个可怕的 派生意表示糟糕的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遍 dreadful dreadful 它本意表示可怕的 一看起来 哎呀 让人害怕 派生意表示糟糕透顶的 大家可能立刻想到 它跟另外一个词呢 特别像 就是有个词叫terrible 还记得吗 terrible本意是可怕的 它的派生意表示特别糟糕的 这个词呢 跟它异曲通共 异曲通共 咱们看一看表示可怕的 再看表示糟糕的 这个都可以替换 你比如说 a dreadful accident 也叫做a terrible accident 一个可怕的事故 a dreadful disease 或者a terrible disease 一个可怕的疾病 这也可以替换 同样的 a dreadful nightmare 一个说 a terrible nightmare 这是一个可怕的噩梦 这个都可以替换 但是表示糟糕的 糟糕透顶的 它也是可以替换的 你看比如说 we've had some dreadful weather lately 最近呢 我们这个天气特别糟糕 不能说天气可怕了 糟糕透顶的 也可以用 terrible weather 这两个也可以替换 总之可怕的 只糟糕的 这是可以替换的 我们可以把它 这组词 记住 邪奏中 就灵活了 再看本课书中的 这个例子 在本课书中 就是54页的13行 到第14行 54页的13 到第14行 看这句话 all the things I had packed so carefully were sewn in a dreadful mess 所有那些 我如此仔细 打包 放到包里的 这个东西 很快就乱成了 一股粥粥 乱七大八糟 in the mess 咱们一会儿会讲到 本来是乱的意思 再加dreadful mess 就乱七八糟了 非常糟糕的混乱 就乱七大八糟 这个意思 在这里面 也能换成terrible 也能换成terrible 是一样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形容词 dreadful 下面我们看看 它的同根的 名词和动词 是同一个词 就是害怕恐惧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个词 dread dread 做动词 做名词 发音拼写是一样的 可以表着 害怕恐惧 什么什么 我们先看看 它当动词的用法 当动词 咱们的基础搭配 怕某事 叫dread doing something 很怕某事会发生 或很害怕会做某事 dread doing something 可以咱们看看 一个简单例子 I dread being sick 我非常害怕生病 你看 I dread being sick 在这用东名词 当它的病 我们再看 在本书中 也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 咱们看29课 138页的第14行 到第15行 138页第14 到第15行 咱们看看这句话 他说呢 He dreaded having to spend Christmas in hospital 他非常害怕怎么样 不得不在医院里 度过圣诞 注意 他在dread 后面用having to spend Christmas in hospital 也是害怕 某事会发生 害怕做某事 注意 这是做动词 搭配后面加 Dread doing something 会了之后 我们立刻呢 生活中就可以用这个字了 对吧 他做名词呢 也是表示害怕恐惧 他也有一个固定搭配 叫live in dread of something 或somebody 表示一直都害怕 什么什么 好像生活在 对于什么什么的恐惧之中 对吧 记住 叫live in dread of something 可以这么来记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 committee members live in dread of anything that may cause a scandal Committee 是委员会了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 一直都特别害怕 任何可能会引起 丑闻的事情来 这委员会可能对名声 特别看重 一直都害怕 live in dread of 任何事 什么呢 后面加定义重剧 that may cause a scandal 可能引起丑闻了 我们把这丑闻 这个词也大声读下 Scandal 表示一直害怕 我们这个一直害怕 这个搭配 在第三册里也出现了 你看 在第三册的第244页的 第六行到第七行 244页第六到第七行 就是本能还是机智 这个书 你看它怎么说 We live in dread not only of unpleasant insects like spiders or wasps but of quite harmless ones like moths 他说我们一直害怕 不光是害怕那些 令我们不愉快的 这些昆虫 比如像蜘蛛 还像马蜂 黄蜂这种东西 而且还害怕 注意后面那个off 是跟前面的off搭配的 固定的这个并列的搭配 都是跟 live in dread的搭配 而且怎么样 我们知道前面有 not only 后面这个butt 就不能反正但是了 反正而且了 而且还害怕那些完全无害的那些昆虫 比如像蛾子 飞蛾 完全无害 但本能的 我们都一直害怕 live in dread of 这两个off都是跟它搭配的 就好了 这是dreadful这个词 做这个形容词 以及动词名词同根的这个搭配 连搭配单含义 同时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词重点 我们跟老师就看在这 这个书重点词特别多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特别重点的词汇 就是香水 派生意可以表示香味 都可以 跟老师大声对一下 perfume 再来一遍 perfume 表示香水或表示香味都可以 这个词有两个同义词 在各个含义上几乎都可以替换 就是这三个词 我们放在一块来记 大声来一遍 scent scent perfume perfume fragrance fragrance 这三个词首先都可以表示香水 没问题 我们在香水广告经常见到这些词 表示香水 三个词可以替换 他们的派生意也可以表示香味 表示香味的时候 这三个词也可以替换 所以在写奏中口语中替换就特别灵活了 但是这些词表示香味 一般表示天然的芬芳 像什么鲜花啊 成熟的大苹果呀 这种天然的芬芳都可以用它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the scent of rye fruit 叫做成熟果实的芬芳 这个苹果香蕉熟透了 自然的会发出清香 再比如说 the perfume of flowers 花朵的芬芳 不是花朵的香水 这芬芳的香味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the fragrance of lilacs 丁香花的芬芳 你看这三个例子里面的芬芳香味都可以替换 后面这个lac就丁香花 也是一种香味浓郁的 这种一种花 我们跟老师大声来读一下 lilac 丁香花的芬芳 这三个一般来说是可以替换的 然后呢 他们的形容词形式呢 也类似都可以表示 有香味的 芬芳的 有香气的 注意形容词形式的拼写 前面两个呢 都是在后面加ed和加一个字母d 但frequence要把ce去掉 变成字母t就好了 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 sented sented perfume perfume fragrant fragrant 都可以表示 有香味的 芬芳的 有香气的 你像我们说香皂 我们说soap呢 是肥皂 如果香皂呢 可以用sented soap 或者perfume的soap 可以用它 注意香皂是不可数的 肥皂也是不可数名损 那么这是香皂 那么这个有香味的fragrant呢 也生活中也很常见 你像北京 著名的叫香山 周末很多人喜欢去爬香山 叫the fragrant hills 有芬芳味的香味的这个山 就是咱们说那个香山了 就好了 这是这个香味 芬芳的这三足词 可以同时记住 但是表示这个味道的词特别多 咱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还有一个词也是表示香味 但是这个香味一般不是天然的芬芳 而是一般人工做出来的 什么食品 饮料 或者是什么茶水 咖啡 这个浓香 我们大声读一下 aroma 也是芬芳 但这个香味一般是什么食品 什么大排骨 饮料 什么咖啡 什么鸡汤 这个香味 这个食品饮料的芬芳用它 比如说 the aroma of hot coffee 热咖啡的浓香 扑鼻而来 纸 什么花朵 水果不能用它 那么这个aroma这个词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 比如说放学或下班的 累了一天 终于到了家里了 一开门 推门之后 打鼻一闻 喝 怎么这么香 跟着香味 顺着香味往回倒 进了厨房了 一看哪来的香味 一截开锅盖 一看 啊 肉嘛 你看 aroma 啊 肉嘛 这不就是食品饮料的芬芳了吗 我们这么记就好记了 再大声读一遍 aroma aroma 大家忘不了了 但不要读aroma 我们说了没有字母玩 不能够说的 不能够说的 这是一种 就芬芳 还有呢 我们再相关的一个词汇 咱们叫一般的气味 一般的气味 甭管是香是臭都行 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smell smell 我们说这个词 做动词是文味 做名词就是气味 不是品的那个味道 是空气中的气味 经常说 funny smell 叫做异味 我说this kind of repellent has no funny smell 这种驱虫剂没有异味 也是用它 我们读一下 funny smell funny smell 这是固定搭配 这个funny不是好笑的 是有些怪怪的味道 这是异味 但是这个smell本身 是个中性词 就是各种各样的气味 都可以用它 它的形容词形式 形容词形式 贬义词 叫有臭味的 恶臭的 我们再读一下 smelly smelly 这是有臭味的 你像smelly feet 就我们说臭脚 一双臭脚 臭球鞋 都可以用它 这有臭味的 还有呢 我们相关一个词汇 叫浓烈的气味 这个气味 一般是比较冲鼻子的 比较浓的 我们再读一下 older 前面 or结尾的是英式拼血 后面or的呢 还是美式拼血 你像我们说 body odor 就我们说体味 这个人身上有糊臭 有体味 身体有浓浓的味道 中国人呢 一般吃的比较 这个 昏速都吃 老外吃牛肉 吃羊肉 吃的特别多 所以他们老外身上 往往有一股味道 body odor 叫体味 还有一个 它相关的形容词 叫没有气味的 至少没有浓烈的气味的 我们大声都叫 odorless 同样前面是英式 后面是美式 都行 来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我们描述一种 这个气体 叫carbon monoxide 叫一氧化碳 前面的carbon是碳 mono表示 唯一的就一个 星期一 叫monday 也说mon 来的 这个side 这个字根 表示氧的意思 一个氧气的 这个碳 叫一氧化碳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词 carbon monoxide carbon monoxide 未来会看到二氧化碳 就是carbon dioxide 就好了 这一氧化碳是一种 colorless odorless and noxious gas 一氧化碳是一种 无色 无味 有毒的气体 没有颜色 叫colorless 同样在这用的是美式 平血 那 odorless 是没有气味的 noxious 是有毒的 这个比poinsiness 这个词更正式一些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词 noxious noxious 一氧化碳 是一种 无色 无味 有毒的气体 这是把这香味 芬芳 气味 相关的词 做了个比较全面总结 希望大家放在一块 把它牢牢记在脑中 就好了 这个词重点 我们给老师 就看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非常重要的词汇 就讽刺的 讽讽的 说反话的 我们再大声 跟老师读一下 注意 前面有个SAR 有个字母R 在美音中勾手头 但后面没有字母R了 不能勾手头了 我们慢慢体会 这口语慢慢来 sarcastically sarcastically 是这么来读 对吧 在里面 sarcastically sarcastically 表示某人的什么话呀 语言呢 语气呀 表情啊 讥讽地 讽刺地 说反话地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词汇 可以跟另外一组词 同时记 两个词表示 形容人的时候 几乎可以替换 我们从名词开始 就是讽刺 反话 或者反语 一般是形容人了 说话 表情 讽刺 反话 或反语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sarcastically sarcastically 再读第二个词 irony irony 计讽 讽刺 反语 反话 我们常见搭配有 with heavy sarcasm 或者with heavy irony 伴随着浓浓的讽刺的味道 伴随着浓郁的浓烈的讽刺 反讽 这个我们看一个例子 Good of you to arrive on time George said with heavy sarcasm 或者with heavy irony 乔治说 哎呀 你真不错 来得很准时啊 很准时哦 带着浓浓的讽刺的味道 这说明这个人肯定迟到了呗 迟到了三年 乔治 乔治等着 头部都白了 哎呀 嘿嘿 您这不错啊 很好啊 很准数 这浓浓的 这讽刺的味道 有的时候呢 这味道没有那么浓 可能就会出现另外一个搭配 叫做hint of sarcasm 或者irony 或者trace 或者touch of sarcasm 或者irony 就有一点讽刺的味道 有那么一点 hint 表示对什么的暗示 trace 一点点痕迹 touch 轻轻点了一下 触摸一下 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讽刺 带有一点点的讽刺 这也是形容人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re was a hint of sarcasm in her voice 或者说 there was a hint of irony in her voice 这个女孩子的 这个说话的声音里面 带有一丝丝的讽刺的迹象 有一种讽刺的暗示 对吧 有一点讽刺 可以用它 相关搭配可以记住 你看sarcasm和irony 这两个字做名词 一般来说是可以替换的 好 名词看完之后 咱们看下面形容词 讽刺的 说反话的 也是指人了 讽刺的 讽讽的 说反话的 我们大声分别读一下 sarcastic sarcastic ironic ironic 讽刺的 讽讽的 说反话的 咱们看看一些 简单例子 比如说 我们先看一个 简单的一个例句 这句话说 an sarcasm 或者说 I'm sorry an sarcastic 或者an ironic smile 一个讽刺的 讽讽的一个微笑 人的表情 而sarcastic 或者an ironic remark 一个讽讽的讽刺的 什么一句话 当然呢 如果是sarcastic 开头 那么用啊就好了 如果是ironic 就得用an了 这个啊 用an就看前面是哪个词了 当然也可以用expression 叫一个讽讽的讽刺的表情 a sarcastic 或者an ironic expression 一个讽讽的表情 这个都可以说 讽刺 我们看一看 新冠天二册里面 就出现这个词了 再看二册的 第九十二课 自找麻烦 ask for trouble 这个书 那就第二册的 第九十二课 就坐着回家的时候 忘带钥匙了 正在爬窗户的时候呢 I was almost there when a sarcastic voice below said I don't think the windows need cleaning at this time of the night 我呢 几乎都快爬到 阁楼窗户那儿了 正往里走呢 突然听到 从下面 传来了个讽刺的声音 若是这个人说话的声音 并且他在说什么呢 我觉得晚上这个终点 不用擦窗户吧 讥讽讽刺的 下面是警察嘛 以为他是小偷呢 在英语中否定前置 他说我 叫做我不认为 但中文中 可以把这个否定 放到从具中 我认为 我觉得晚上这个时候 好像不用擦窗玻璃吧 这么一个 讥讽的讽刺的 sarcastic 可以或者ironic 是可以的 最后我们再看 它的副词形式 我们再分别大声度一下 sarcastically sarcastically ironically ironically 讥讽地讽刺地 这个可以替换 比如说 看一个简单例子 oh good he said sarcastically 或者he said ironically 哎呀好啊 好好好 他讥讽地讽刺地说 这个好 就类似这么理 哎好 不算 嗯好 讽刺地讽讽地说 其实他认为 在心中认为不好 再看本文中 54页的第16行 54页的第16行 你看这句话 perfume a he asked sarcastically 他讥讽地 讽刺地 sarcastically 他在问 是香水 是香水吧 啊 哎 香水 那睡哦 这香水 哎 讽刺地计讽地 这个语气用的对 那么表示 这若干这几个词性的时候 这两个词都可以替换 那是不是这两主词完全一样呢 还是不太一样 在什么时候不一样 它指人的时候 使用人的什么动作 表情 语气 语言 计讽讽刺的 这两组词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是修饰一个事情 指一个事件 那么就不能 s开头的这组词了 一定用irony ironic ironically 就是irony 这组词会 它用的更宽广 不但指人 也可以指事情 咱们看一些例子 the irony of fate 命运的讽刺 在这里面 就不能sarcasm sarcasm 一定修饰人的语言 表情语气 命运的讽刺 用irony是正确的 再比如说 It's ironic that she became a teacher He used to hate school 他最后变成个老师 这件事可够讽刺的 为什么呢 他以前是恨学校的 结果自己呢 天天在学校工作 ironic 表示这件事情 是讽刺的 不是这个人的语气 是讽刺的 所以在这 用ironic 但不能用sarcastic 再比如说 看副词 ironically his cold got better on the last day of his holiday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这个感冒啊 到了他假日的 最后一天的时候 变好了 结果假日呢 他没有这个度过好 竟得感冒了 等假期快结束了 感冒好了 这是有讽刺意味的事 ironically 在这同样不能用sarcastic 因为这是指事情 不是修饰某个人的行为 不是指人的语气 语言 这是我们把讽刺的一番 这个反讽的 这两组词汇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得非常透彻了 这样一来 咱们不但是认识 而且到高级的会用 用的对 用的好 好 这个五星级重点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看一下这个行李包裹 这个词汇 我们先大声跟老师再来遍 baggage 这个词表示行李或者包裹 但一定牢牢记住 这个词表示行李 是不可署名词 老师在以前强调过 这个词表示行李 一定不可以署 不能说how many baggages 以及how many suitcases 有几个箱子 不能说几个行李 那么它的同一词 是另外一个词 也是不可署名词 也是行李 打上来遍 luggage 这两个词记住 永远不可署 我们再回顾 trank suitcase 表示箱子是不可署的 表示箱子是可署的 一个两个箱子 但是行李 baggage luggage 一定是不可署的 再回顾 table chair 桌椅板凳是可署的 但是furniture 家具是不可署的 这是复习 还有呢 pen pencil 钢笔 铅笔是可署的 但是stationary 什么意思啊 文具 文具是不可以署的 再比如说 jewel 珠宝 是可署的 但同样表示 珠宝 jewelry 左边是美式 右边是英式品写 这个珠宝 这个词是不可署的 a piece of jewelry 但我可以说 a jewel 对吧 再比如说 scene 风景 是不可署的 是可署名词 但scenery 是不可署的 都是左边可署 右边不可署 同样武器 weapon 可署 但weaponry 武器 军备 就不可署了 同样的 machine 可署 但machinery 表示机器 都是机器 但右边这个不可署 同样的 poem 诗歌 是可署的 但诗歌 这个题材 poetry 就不可署了 同样的 novel 表示小说 是可署的 但fiction 表示小说 这个题材 不可署 前面说过 这是复习 还有像 myth 是可署的 但是mythology 同样都表示神话 mythology 是不可署的 表示 这个树叶子 leaf 是可署的 复数是 leaves 对吧 去掉f 变成vs 但树叶子 foolage 却是不可署的 这是在前面 我们讲过的知识 借着这个行李这个词 我们顺便做一个重要的复习 好 第十一课里边 声词中重点词特别多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牢牢记住 好 这课声词和短语 我们各老师就学到这